大家好,我录制一段视频 就是张阳和西悦准备出版个人回录 请全世界感兴趣的新闻媒体出版机构、情报机构 可以与我们直接联系 张阳的电话联系方式是8615601197619 8601064872798 再说一遍 8615601197619 8601064872798 那这个企业的联系方式是 85296179588 再说一遍 85296179588 我们的邮箱是 3382387484atqq.com 再说一遍 3382387484atqq.com 我和西悦准备出版自己个人的回录呢 我们本身呢不具备这种写作的条件 但是为什么我们准备出版这个回录呢 是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 第一 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宪法中 中国的政治体系中 是属于狭义的人民 所谓狭义 一个是维持正义的狭义 另一个是 我们是属于小范围内的 小范围意义上的人民 所以我们具有了自己合法的政治地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规定 人们是言论 结社 集会 出版自由 我们完全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力 这是其一 这是我们政治上的问题 第二 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仅从现在 大家从奥运村来可以看 张良所处的环境 旁边是心理研究所 基因蛋白质研究所 青藏高原研究所 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物物理研究所 这里就研究人体机关 人脑子 往后旁边是中国文联 中国文联农业机械研究研究院的单位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 就是实际上跟这个 马三家 苏家屯 马三家 还过去731的人体实验现场 就包括王李军所确立的 心理现场研究中心 这个实际上的设置是完全一样的 我和西越 西越都处于这样一个环境 在西越 他在香港 住在他那个小区旁边 就是警察的宿舍 就是警察的宿舍 那边还有了一些医疗机构 一些医疗研究机构 相对来说 它范围比较小 在我这边呢 整个是牵涉到一个 中科院的研究机构的一大片 所以这是一个活人人体实验的 研究现场中心 包括张阳和西越两个人 我们两个 另外第三点呢 我们要谈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准备 要出版个人回忆录 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点就是 中国共产党不公开历史事实 他国家领导人拒绝与我们面谈 合理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点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在历史上属于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渊源 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抵押活摘贩卖的两个妇女儿童 妇女儿童 同时呢也是中国这改革开放三十三十多年四十多年 尤其是从1972年以后影响了世界格局的两个核心的关键的人物 所以我们现在愿意拿出我们向全世界敞开我们的心扉 把我们这半生的经历 把我们这半生在中国大陆的经历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 从出生到我们现在四十五岁四十四岁的人生经历 彻底的实话实说的 原原本本的展现了全世界全人类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希望对我们的个人经历感兴趣的 愿意与吴张阳和西悦合作 出版我们个人传记的新闻出版单位 新闻出版单位 有关媒体情报机构 出版啊对新闻的出版单位 有关媒体情报机构 都可以与我们直接联系 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的联系方式 包括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邮箱 可以与我们直接进行联系 我们可以组织这个 相应的这种写作团队 大家一起来把我们这个个人传记 能够合法的记录出来 同时能够出版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 对于感兴趣的新闻出版单位 情报机构 如果你们 有对我们的经历 有十分的 作为能够看出其中的商业价值 和作为文明成果的 人类文明成果的 这个社会价值 你们可以 与我们进行直接的联系 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回应 谢谢